Hello 歡迎大家來到 兩位女人又聊些什麼呢? 說說你最近怎麼樣? 我最近其實有些事情的而且確 但是看極西醫也看不好 覺得有些病始終清不了 所以我就看中醫了 有個中醫挺好的 她叫阿熊 你有沒有聽過阿熊? 最近她好像挺紅的 玩東西嗎? 不適合你了 因為她要手推麥精才行 你應該手推不到麥精 沒有麥精給她手推 所以你搞不定 不如跟大家講一下這件 上個禮拜東莊西望的事故 試完有個無牌的中醫 叫阿熊 她說可以幫人家 醫濕疹 男人上去就會脫掉她的褲子 然後幫她按摩 手推麥精 用眼睛就可以看到你的麥精濃度 還有活躍程度 其實我想很多人都可能會有這樣的牆頭 但是為什麼會上了東莊西望呢? 就是因為這個男士主老婆發現了 然後整個攝製隊上去就踩場 老婆就覺得阿熊就是壓了她老公 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們就不是說阿熊 我們就說老婆的心態 你覺得為什麼老婆 老婆信不信老公 還有如果你老公是這樣 你會不會找阿熊西望上去踩場呢? 我覺得老婆信不信老公 在這個時候 那個重點是在於 究竟老婆是怎樣發現老公 走去手推麥精 是呀 我也不知道怎樣發現 老公說 哎呀老婆 今天我覺得被人騙了 如果這樣的話 我又覺得 多數人都會 似乎覺得老公真的被人騙 或者 沒那麼容易懷疑 如果有一種死眼的 如果你是無意中看到她的WhatsApp 今天手推麥精很棒 那死眼吧 所以我覺得老婆會是怎樣的角度 就是要看 究竟她是怎樣知道這件事的 不過怎樣知道都好 作為老公都是死口不定的 作為老公 在哪個情況下被人發現 都是死口 我不知道的 她硬撕開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她脫了我的褲子 那我老婆你知道 那個濕疹都 纏了我這麼多年 那我就試一下 但是作為老婆呢 無論是什麼情況下 你信不信你老公 如果你是老婆的話 說真的 如果我嫁得給她的話 那我就一定是因為信她的為人 我才會嫁給她的 那如果我本身 我覺得這個真的已經是去到 你看那個人的人品 人格本身是怎樣 如果她本身都已經是一個 令到你沒有安全感 令到你是很容易有這些疑心的人 那你也不要嫁給她 如果是我呢 我都 可能自己選擇 有些女人可能會選擇 信的 其實可能對心底裡面不信的 不過她就不想拆散頭架之類之類 很多人都是掌開掌閉的 或者她的老公不是第一次做這些事情 只不過這次斷正而已 但是呢 如果是你或者是我 我就不會選擇整隊群組 上去踏場 玩到這麼大 所以我覺得她是為了幫老公拿公道的 但是誰知道呢 我覺得她是信老公的 如果不是不會 就是攤開了 如果不是不會叫東張 是啊 所以我覺得她是為老公 或者是 就是炒我 咬紅的粉 你這樣啊 等你呢 以後都騙不到其他男人 或者以後都不可以 給其他男人有這個群道 去騙老婆 對啊 其實她應該是很伸張正義的 是啊 那我覺得 補陪公道伸張正義的 始終有個仇恨的 都會報私怨的 其中都會有報私怨的 但是呢 她這樣揭一揭發 大把老婆可能就會查一下 有沒有去過找這個 查一下手機 有沒有說到的電話 是啊 那我覺得呢 如果我們說 這個是一招老公騙老婆的招數 我都覺得 都挺高招的 你跟別人說 我們 我是去看中醫而已 是不是 其實那個內情 不知道為什麼 這次被人發覺 你怎麼知道 對啊 你怎麼知道 我說我去看中醫 我怎麼知道 為什麼去看中醫 要脫褲的 還有呢 你有沒有其他個個案 就是騙老婆 但是就不是看中醫 這個真人真事 我曾經試過有個朋友 都真的很多年前 他就把他爸爸那部舊電話 給了我保管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他是透過這部舊電話 發現他爸爸和公司的女秘書有路 但是呢 他爸爸就是大老闆 簡單來說就是發現他的情慾短訊 但是呢 他就不知道怎麼做好 還有呢 他的家裡環境有點複雜 他的媽媽也是一個很單純的 小鳥依人很單純的家庭主婦 他就留在家裡 那些叫什麼 相夫教子 溫柔相夫教子 他就真的怎麼都猜不到 他爸爸會這樣 所以 我不知道 可能人家的秘書很嚴厲 很性感 還是怎樣 很火爆的身材 還是怎樣 主要是你聽得到他媽媽 是那些小鳥依人 溫柔 持夫 相夫教子 持家有道 那些來的 其實我都見過他媽媽的 所以 他就不知道怎麼做好 他就把電話交了給我 他就說 不如當我真的覺得有需要的時候 你才把電話給我 我怕電話保持在我那裡 我會忍不住自己 一和爸爸吵架發脾氣的時候 就拿出來 就對爆這件事 他又不想 所以其實我都覺得很難做 到現在的電話都還在我那裡 那可能他們就選擇 不處理廚師 選擇一直都不處理 有一個情況就是 我開眼閉 那我也有一個 其實很多人不是去看中醫 就是出一出火 就是一個長期關係的底下 都很多時候可能說去開會人 去應酬 去公幹 這些 很多的 那我也都有一個真人真事 跟大家分享 那也是個女兒去發言的 那就是個事主 也是大老闆 但是要跟大家說清楚 不是我的朋友 雖然也是個女兒發現也是大老闆 因為我那個朋友是不認識你的 是的 我不認識的 那我這個事主就是個女兒發現的 那也都是 爸爸是大老闆 那女兒跟他 就是要做文件上的交往的時候 爸爸不是在辦公室 那我女兒就把文件 擺起爸爸的桌子 那裡是大陸來的 那女兒又八卦 一關大陸就覺得會出事 那女兒又八卦 看看桌子上有什麼 有一封 家長信 是要爸爸去見家長的 那裁的女兒 難道拿著一封信去問他爸爸嗎 但是這個懷疑的種子 爸爸我發了業十年了 這個懷疑的種子 就當然是放在女兒裡 那可不可以認證了她是真的 有兒子生了其他兒子的 嘩 嘩 嘩 這個老婆呢 這個老婆不是那種小鳥居人 是很自信的老婆 嘩 好打擊很自信 是啊 所以 我自己都有一些偏見 總之是上大陸 我一定覺得是有點緊張的 我有個朋友 不是我啊 真的不是我 她的老公也是一個法國人 法國人 他們也在香港居住的 那老婆呢 當時呢 是絕對絕對不讓她的老公上大陸 一個人上去不行 兩個人上去不行 都不行 不可以讓她見到 總而言之不准上去 不准讓她見到 接觸過大陸的艱禮 給都不給 總而言之你過了那個關口 我們就法庭見 這樣也沒有這麼嚴重 但是呢 你過了那個關口的話 我們就簽子離婚 這樣也沒有這麼嚴重 但是也會害怕 總之國內的艱禮 不是一足高打一船人 但是真的會比我們香港女生的招數 是比較厲害的